各式各样的简讯以标股、保证获利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赖好友 等被害人上钩后便游说加入假投资网站或APP 让民众一步步掉入诈骗陷阱 刑事局侦破经营二类电信公司的财新负责人 涉嫌以高于市价1.8倍的价格 协助诈骗集团发送上千万则诈财简讯 经统计165专线资料 至少有数名被害人遭诈 财损金额超过千万元 本局珍稀大队在去年的1月间 针对165版诈骗咨询专线的资料库的资料 来进行大数据分析 结果发现国内有某一家恶劣电信公司 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来发送简讯 也不特定的多数民众来进行诈骗 这个案子经过本局的珍稀大队在持续的收证之后 发现这家恶劣电信公司 分别在110年的12月到111年的2月 以及111年的7月间 分别协助诈骗集团来发送这个简讯 那这个简讯每一者是新台币1.4元 高于市价1.8K的价格 总共发送了1193万整的简讯 那简讯的内容发盘了这个投资诈骗 以及防疫津贴的这些简讯来诈骗民众 那本局初步清查总共有13位的被害人 财损的金额高达有新台币6300多万元 警方也清查出去年7月间 诈骑集团结合政府防疫补贴政策 透过查获的二类电信公司 就发出了上万则诈骗简讯给民众 借此骗取个资信用卡资料 及网络银行账密等 警方发动二波搜索行动 查获包括蔡信负责人在内的21名嫌犯 以及疑似犯罪所得600多万元 犯手机等证物 全案依违反诈欺罪 及犯罪组织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